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里出完逆星很快 是不是这波和逆星两个人的一个车身位 看一下落地点会不会有一个接触 延续过来 路线都没什么问题 ECU缓超 这里还留了一个ECU 在第二圈冰黄 但是没看出来 是的 后边是能拉近的 但是前续没有问题 只要保住这个弯道就可以 再拉一个WCW过来 看最后的飘飞 压一下车身 稳稳地压住内线 云海1分30秒56完成比赛 又刷新了自己的记录 所以说他能比上之前比赛时候的自己 还能变得更强 1分30秒67 被刷新到了1分30秒56 从最终的时间上来看 提升确实 这次的起步 RGM在左右两侧 这边的话能夹到中间AP的人吗 没有想到他起步的话 AP师子这边起步很快 而且利用车身的优势 依靠铁头娃挡着下后边的两人的RGM队员 对的上桥了 看一下四位选手的一个淡气节奏 淡气也许都没问题 但是铁头 车里飞出去的话 直接又和前面三个人拉开距离 刚才那里一起想入线确实是挺危险的 是啊 但是直接车身飞到下边去 还是有点少的 落地之后等被动 无断的用力测试取集器 一直又放出来 这边在飞越做一个淡眼 下去之后的这个弹射点 看谁的控制更好了 这里狮子先飞过来点刹车 已经直接一个弹射过来之后 狮子虽然有点多 但依然通过车身背的优势卡过来之后 狮子直接上墙了 这样的话RGM就成了一个双人领跑 前边追光后边海神 不会形成对抗 而且这个距离的话 狮子想撞也撞不到 撞也是图牢 哇 这一局 AZ的王图啊 1分09秒 就是满分 哦 铁头最后的话 5秒冲拿6分 这局起码 应该还是两左两右了 但是狮子有可能往右侧 铁头 开局起步 逆心的话 这边看能不能够稍微干扰一下狮子 不然的话狮子安安舞谁就出去了 还好这个调整把自己救回来了 对 就在蹭墙的那么一个边缘上 空住了 连续下来 AZ的一个双人跑 在目前20秒的时间段 这个位置非常舒服 因为铁头在这里可以卡位 再做一个长连续 对 连续上了 但是约海这边的速度也提上来了 看要武神在江赛上面 歪歪DS了 对 没办法 空下车分担器 全称CWW 现在的话就是第三名的AZ 二十四名的RMGL 进入到第二圈 铁头这个出弯 太着急了 又蹭了一下墙之后 这里没弹气 强劲的弹射过来之后 在这里再补气 狮子身后跟的是云海 两个安药武神 这里逆心和铁头又来一波对抗 过来之后 逆心的一个落地点 直接被卡到 但还好ECU两个人都救回来了 是 两个人通过ECU 全都是过了心道 但是对于他们两个 今天来说 其实最抗性上谁也不差谁 是 这局大概率 可能就在第一名的分岔场了 是的 这一局闹口 续准过来 小子书云里要来急线 翘飞过来之后 狮子还是能够稳住地 1分33秒 铁头6秒 逆心7秒 跨秒了 都是用的苍穹 还神奇 一辆确实是现在版本 还能用的赛车 但是已经相当于来说 比较早期了 对 也是因为这场赛道 确实适配它 就像天狼星一样 其实天狼星不就是 代替了苍穹军影 在美洲的地位 没错 开局这几个侧身 大家的氮气延续都没问题 而目前现在 一级狮子在这么领跑 铁头做一个后锥 刚才又卡了一下气 WCW过来之后再卡一下气 这里小杏去接弹射 弹道应该是比力气更好一点 是 弹过来之后 氮气都是在的 而且没有损失速度 两个ECU再放出去 这边狮子的话 可能能压住云海 这一双杀之后 云海反超 刚才狮子出完之后 有点拖 特撑过来 做一个氮气延续 这里再开ECU 有干扰 有抗啊 又挤在了一起 但是云海没有上墙 没有给到狮子的 对抗的机会 好极限啊 又第一个声音队位过来 现在已经有很多选手 在这里敢做操作了 再做一个点票 下来之后 小地图上面 三位车手也没有失误 但是马上出来之后 谁一旦在前车的一个失误的话 后车很有可能被影响到 目前小地图上面 看一下 这时候弹 都在弹 女海的话 其实已经完全可以稳着来了 但是对记录有什么想法呢 看下最后充电一个时间 1分21秒18 又刷新了 在花落下海的记录 驾驶的是银河之光 又是一张图啊 今天冰神刚刚打破的 花落下海再次被刷 打破的是冰神的记录 冰神仓军是1分21秒63 打破了之后 现在时间变成了1分21秒18 这个记录还有了刷呀 不过 在这张图上 五个记录图里 15秒 很啊 开局起步 这次 云海先为了做一个保守一点的路线选择 没有着急去做对抗 我感觉是他路线没着好 三级体验消失 刚才是少蹿还是撞掉 速度了呀 目前铁头在前面领跑 异星也慢慢上来了 又是发生了一个名次呼唤 感觉狮子在出弯的时候又蹭到了 哇 一样勇业君主 现在落到第四名 只有金耀之星在前面苦苦支撑 这对于铁头啊来说压力是比较大的 车地飞越下来 异星这边抓地差一点的动向 还得调整 测身过来之后 刚才云海和铁头娃有一个小对抗 云海吃了一个小龟 两个人在一起开ECU 在这里卡一下气 一个测身点灯 能不能飞过来 飞越过来了 哇 这里落地之后 再平放弹气 再消掉之后 手速很快再开CWW 但是铁头的这个金耀之星 要顶到最后吗 最后CWW 谁能够先出现 还铁头娃 哇 关键的这个十一分啊 铁头苏醒了 铁头还是给自己队伍 即使在用到烈士赛事的情况下 还是拿到了十一分的 我觉得这个十一分真的很关键 对 这要是再追不上的话 那后续也就只能依赖一个裁决竹星了 因为已经第六张图了嘛 而且第七张图不管怎么选 RMGM应该都会拿好车 是 逆星的指挥官在这里完全看不到任何优势啊 但开局狮子冲得很猛 小冲突破过来之后再接一个弹射 很稳 而目前也确实三辆临跑神车在这里没有任何悬念 做一个氮气延续 失望也没有沿上 是的 这里一个侧身拉过来 再做一个对抗 而且氮气延续还沿上了 落地的一个飘飞 看一下路线 三个人挤得很近 而慢慢的逆星也上来了 落地之后 小路线一丢放出去 有一个人好像一丢撞墙了 还是蹭到左边的墙了 铁头 这突然间就掉远了 如果是卫瑟来看的话 应该是铁头啊 这边第二个一丢放出去之后 铁海车位歪了一点 蹭下墙 十字区突发剑 再一个内卡外 直接卡成第一名 再做一个弹射 这里挤到左侧墙壁之后 看一下这里的一个飘飞 最后一刻这个十一分 飘下去了 顺势走到外侧 而后面铁头也浮位了吧 还是有点慢的 这样的话 六分 完了 这局真的是转折点 最后一张图 AZ得拼死 但是正压是之前逆心 跑的记录 是 改变反过来之后 又变成了狮子 他还会不会 他还能不能稳 来了 开局 这部的话RMGM 就是一个双银跑 这边两个氮气 集满之后 后边铁头发开局 经历了什么 这开局怎么 瞬间拉开这么大的距离啊 在鱼海这个入役 稍微慢了一点 干扰到了一点 益心 后边狮子上来了 益心也一个盘色拖飘 但是氮气是有的 这得补了个ECU 过来 再做一个侧身延续 这边快速出完 过来之后 再做个延续 再弹 一进二口 撞过来之后 狮子差一点 撞到鱼海身上 两个人已经非常近了 一个 两个 第三个 第三个看不到 但这里两个人都顶着弹 而进入到第二圈 可以明显的看到 狮子刚才出现一个失误 应该就是在那一弹 弹出事了 嗯 益心也上来了 而且这个位置对于AG来说 没什么希望 没希望了 对 就即使现在狮子反超过去的话 因为第四名是铁头娃 所以说 也不能够把这个分数拉回来 是啊 现在中间的三个人呢 又是稍微拉开了一点差距 听到烤拉肚招一心接了一个特身 进入到进道 而且撞墙的比较慢啊 出来之后还撞了一下 最后完成时间一分37秒 拿下比赛 是 恭喜RMGM再次夺得了RV的胜利 确实把这个 所有的好车啊 压在了这个长城上 而这个长城也没有能够拿到 比较大的优势 那本场是没能够充现的 是 剩下两次 一个在狮子 一个在铁头娃 124比上139 最终的比分定格在这